QQ百倍股王 馬仔KO超人 做隻出色的馬仔 現意命名無的威 馬化騰這隻馬仔 現在真是無的威了 他的騰訊在港股淡世之下 還頻頻被看好 大摩曾日出報告 說騰訊追牛可以去到507.8 小值會突破9400億 大摩說 騰訊在網上遊戲有主導地位 有最受歡迎的網絡 和手提遊戲平台 而公司的股價 沉默都不負所托 裝裝上市新高 收報363.6 大摩看得這麼好景 是真的嗎 我覺得 你其實說真的 五百零多很遙遠 但是我還是覺得長遠 還是OK的 第一 它可以維持到貴度上升 為第二的股息 我只看它 三百八到三百九 沒太大問題 看回公司 明星年6月上市 那時候超股價多是三個七 不夠十年 升近百倍 市值有六千七百多億 超人旗下的長實和和機王報 兩間公司的市值 加上堆堆六千三百億左右 真是想不到馬化騰 用這麼短的時間 就KO了超人 其中兩間公司 比起上來 大摩說騰訊可以升到五百零幾元 都不會太誇張了